SKIS Scanner根据台湾使用者在SKIS Scanner网站及手机应用程式过去三年的搜寻资料归纳出近几年搜寻量成长最为显著的潜力旅游景点 SKIS Scanner提供记者装饰型台北报道 休闲旅游亦受现代人重视出国旅游也是许多人的年度计划之一 根据搜寻引擎SKIS Scanner所列出的近几年 搜寻量成长最为显著的潜力旅游景点 短程线旅游以南韩大丘居售成长率832% 长程线旅游以澳洲布里斯本排名第一成长率176% 是成长快速的新兴潜力旅游景点 玩家们规划年度旅游计划之时 也可以将这些新兴的潜力旅游景点加入旅游计划中 SKIS Scanner根据台湾使用者在SKIS Scanner网站 及手机应用程式过去三年的搜寻资料 归纳出近几年搜寻量成长最为显著的潜力旅游景点 以短程线旅游来看 成长最快的新兴潜力旅游地点为南韩大丘 其余还包括日本岗山、越南县港、日本仙台、菲律宾宿物等地点 长城线旅游则以澳洲布里斯本排名第一 其余成长快速的新兴潜力旅游地点 包括荷兰阿姆斯特丹、葡萄牙里斯本、冰岛雷克亚维克、奥地利维也纳等地点 根据SKIS Scanner的数据归纳结果 短程线旅游除了备受台湾旅客青睐的日本之外 南韩近几年的旅游热度持续上升是人气旅游目的地之一 此外近年来多家航空业者持续增开航班及航线 带动不少城市的观光发展并名列新兴旅游景点之列 如东南亚一海滩文明的越南建港盛行水中活动的菲律宾宿物岛 长城线旅游方面 根据调查显示 台湾旅客一区偏向人文涵养的城市 像是布里斯本、阿姆斯特丹、里斯本、维也纳等城市 皆有许多博物馆、艺术建筑等 另外澳洲布里斯本由于为处南半球季节与台湾相反 许多台湾旅客选择冬季世界前往 势必含间旅游的理想地点 除此之外 近年来极光旅行热潮 带动下冰岛首都雷克亚维克也成为受欢迎的新型旅游城市之一